综合体 这个体的话是七八分 的确呢 它设计的关系比较复杂 我们看一下 从07年11月份 A公司向B银行 借款2000万 期限两年 A公司将其所属一栋房屋 作为抵押 并办了抵押权登记 这是呢 先拿房屋做抵押 然后08年1月份 A公司跟C公司 签订书面合同 将该房屋 出作为C公司 租金五年 月租金五万 每月月底前 一色付清 全年租金 所以看到这儿的话呢 先把这关系搞清 它是先抵押 后出租 A公司向B银行 借款2000万 期限两年 两年的话呢 是从 这个07年的10月份 到这个09年的 这个10月份 将这个房屋 把设定抵押 以不动产 做抵押 这地处得非常干净 给我们告诉你 它办理了抵押登记 可这块是先抵押 然后呢 到08年的1月份 A的话 还是将这个 同一个房屋 又出租给C 租期的话 是五年 这个C的话 是这个承租人 它是先抵押 这个后出租 如果是先抵押 后出租 这个又是什么呢 又是这个抵押权优先 对这点需要搞清 但事儿没完 看一下了 09年1月份 经A公司统一 C公司跟D公司 定了书面合同 将该房屋 又转租给D公司 它是一个转租 转租的话 必须经过 出租人统一 它可以转租 租期的话 四年 月租金的话 是 这个八万 根据约定 说D公司 它租金 交付方式为 它每年月底前 向C公司 交付三万块钱 向A公司 交付五万 这是什么意思呢 说当时A的话呢 将这个房屋 它出租为C C的话是成都人 说每月租金 当时是五万 然后C的话 经过同意之后 将房屋转租为D 然后D的话 每月租金 是八万 然后D的话 在支付租金的时候 D这么支付 那D的话 向C 向C的话 支付呢 这个三万 向A的话 支付这五万 站在C的角度 C是二房多 它每年的话呢 多赚三万块钱 到合同签订之后 D公司 除了向C公司 交付了三万块钱 租金之外 一直未向A公司 交付 C公司 也没有向A公司 交付09年的租金 也就是说 这个09年的租金 一指的话 这A的话 并没有拿到手 然后继续看 后来A公司 无力经常 对B行的借款 经B行统一 A公司 于09年年底 跟E公司签订买卖合同 以2000万的价格 将房屋 收于E公司 并约定 于2000年1月份初 办理过户登记 那么这块考的是什么呢 把关系搞清 首先A的话 它向B行借钱 将房屋的话呢 这是先抵押给 先抵押给这B行 然后事后的话呢 它在出租 要抵押的时间 是07年的10月份 出租的时间 是08年的1月份 这个出租 A的话 就是债务人 到期的话 不换B行的钱 说往事后写上 将房屋的话呢 这个卖掉 大家搞清 A的话将房屋 它是出租给C 但事后的话 要转租给D了 转租 但是呢 看一下 到这个09年的年底 09年12月份呢 A的话将房子呢 又准备卖给E 这个考的是什么 大家注意两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呢 它是先出租 后买卖 因为这个出租的时间 是08年1月份 买卖的时间 09年12月份 既然是先出租后买卖 又是什么呢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它在卖房子的时候 这个承租人 是否享有 优先购买的权利 既然是房屋租赁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承租房 是享有优先购买权 这是第一个判断 但第二个判断呢 既然是先抵押 后出租 抵押在先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远租赁合同 它是不能对抗 这个抵押权 毕竟是抵押在先 所以这个谈不上呢 买卖不破租赁的问题 继续看 10年1月1号 D公司因违反约定 使用房屋 引发火灾 造成房屋损失 100万元 它违反了合同的约定 使用房屋 给租赁物的话 造成损失 损失100万 对这个100万的话呢 大家需要搞清 这块怎么去处理 继续看这个图 如果D的话呢 它转租 转租的话 违反约定 造成损失 那么这个损失 大家搞清楚 这么几个点 搞清 第一个判断呢 说这个A向D 提出 让D的话承担 五约责任 这行不行 这考合同 相对性原理 要讲转租的时候 大家注意 这块并没有突破 合同相对性原理 因此A的话 向D主张 让D承担 五约责任 这个不行 这第一个判断 A之间并没有 合同关系 但第二个判断呢 那么这个损失 谁向A赔呢 因为这个A跟C之间 它有合同关系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是C向A赔偿 这个100万 这是可以 只有成都人 向出都人赔偿 然后第三个判断 这个损失 100万 100万的话 站在B的角度 它是否享有 这个优先受偿的权利 因为它是在担保期间 这个抵押物 发生回损灭失 或者被征用等等 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抵押权人 就抵押物的 这个保险金 赔偿金 或者补偿金 它照样享有 优先受偿的权利 所以就这100万 怎么去处理 大家需要搞清楚 然后继续看 说1月5号 这个C公司 对应火灾造成的 房屋损失 向一个赔偿了100万 搞清楚 A的话将房屋 这个出租给C A是出租人 然后C的话是 这个成都人 所以这个C向A 赔偿100万 这个没问题 然后C的话呢 他这个向D主张 主张什么呢 主张解除 他们世间的 这个合同 这行不行呢 因为D的话 他未按照 合同约定的 把这个方式 来使用租赁物 到这个租赁物 发生损失 然后C的话 提出 解除合同 并收回房屋 这块没问题 然后A公司跟E公司 于这个10年1月6号 约办了房屋 过户手续 而E公司 它是1月6号呢 依法取得房屋的 这个所有权 然后E公司 也叫C公司 腾退房屋 这个C公司 以买卖不破 租赁物 又拒绝 那么这块行不行 首先A的话呢 将房子 它是抵押给这个B银行 这是07年的10月份 这个先底 然后事后的话 A将房子呢 要出租给这个C C的话是成都人 它出租的时间 出租的时间的话 是08年的 这个1月份 在出租 但中间的话 C将房子的话 转租给D 事后收回 而这个C的话 还是呢 这个目前 它还是成都人 A做债务人 到期不换B的钱 然后A的话 将房子 这个卖给E 它卖给E的时间 这块是09年的 0年年底 这个卖给E 然后E的话呢 它取得房屋授权之后 要求C的话 腾退房屋 C的话提出 买卖不破租赁 这块行不行呢 大家搞清楚 如果是先出租 后转让 并不涉及到抵押的事 前面没有抵押过 对这种情况呢 的确买卖不破租赁 或者说呢 尽管有抵押 但如果你是先出租 后抵押 先出到后抵押 这种情况下呢 的确还是买卖不破租赁 抵押 也不破租赁 但这个问题 大家搞清 他是抵押在先 他是先抵押后出租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成都人 是不能主张 买卖不破租赁 怎么说理由呢 对这个先抵押后出租的 远都人关系 不得对抗 以登记的抵押权 他是不能主张 买卖不破租赁 然后次日呢 C公司竟然向A公司主张 A公司没有告知 其房屋出售指示 全了自己的优先购买权 大家搞清楚 这个A将房屋 卖给E的时候 站在C的角度 他是不是享有 优先购买权 他是不能主张 买卖不破租赁 但是主张优先购买权 这个权力照样是有的 的确呢 他侵害了C的 优先购买权 于是C的话 开始耍赖 他主张什么呢 说了A之间 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这个法院支持吗 的确他没有通知 这么的不对 但是就算没有通知 大家搞清楚 A之间 这个买卖合同 照样是有效的 而且E的话呢 他让取得房屋的 这个所有权 他是基于登记 自登记之起 指的是从1月6号 E的话 依法取得这个房屋的 这个所有权 但是E公司 发现房屋受损 就与A公司协商 E公司 在用支付房屋价款中 扣掉100万 只向E公司 支付了1900万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呢 是多加2000万 卖给E公司 但硬的发现 这个房屋被烧过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只支付1900万 这个没问题 让E公司 将这个转让价款 转让价款的话呢 1900万支付给B公司 还支付给B银行 但是B银行则认为 其对于A公司 应房屋受损 而获得的 100万元的赔偿款 也享有优先收场的权利 B银行的这个主张 这是可以的 因为什么呢 担保期间 这个担保屋 叫抵押屋的话 发生回损迷失 这种情况下呢 抵押全人 对这个保险金 赔偿金 他照样享有 优先收场的权利 在这块比较简单 此外呢 A公司跟E公司 均认为 他欠假的09年 全年的租金 也有自己收取 对这个问题 怎么去处理 因为当时 这个C的话 将房屋 转租给D的时候 这个D的话 像C 只支付了 这个3万的租金 因为在正常情况下 需要像A的话呢 还是 这个 支付5万的租金 但是全年的租金 指的是09年的租金 全年的话 并没有支付 在这种情况下 到底谁有权 收取这个租金呢 那么这点搞清楚 尽管A的话 将房屋 他卖给E E的话是从 10年的1月6号 他的确取得房屋的 这个所有权 但是问题是呢 09年的租金 租金的话 应当是A的话 来收取 所以这点 大家需要 这个搞清楚 然后看一下题目要求 第一问 由C公司 关于AE公司之间 房屋买卖合同 无效的主张 是否成立 并说不了 指的是 尽管 这个卖房的时候 没有通知C 侵犯C的 优先购买权 而AE之间 指的是出租人 与第三人之间 这个房屋买卖合同 照样是有效的 如果主张无效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问 C公司 能否以买卖 不过租赁为有 拒绝E公司 腾退房屋的要求 并说不了 第二考的是呢 这个先抵押 这个后出租的 远租赁关系 不能对抗 以登记的迪亚权 它是不能主张 买卖不可租赁 然后第三问 C公司 售友军 解除 跟D公司的 那个租赁合同 C的话 将房屋 租赁给D 但是D的话 未按照约定 他使用房屋 造成火灾 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出租房 要转租的话 C是出租房 D的话 是成租房 所以C的话 解除 这个租赁合同 这块是可以 然后第四问 C公司 是不是有义务 就房屋毁损 向A公司赔偿 100万元 由A的话呢 将房屋 出租给C 经过统一 又转租给D 说D的话 造成房屋损失 这种情况下呢 是由这个承租人 向出租人承担 这个赔偿责任 因为这个转租 就算经过出租房 统一 远租人合同 继续有效 AC至今 远租人合同 继续有效呢 对这种情况下 是由这个承租人 由C 向A承担 赔偿责任 再问第五问 说B银行 关系区 对A公司 获得的 100万赔偿款 享有 有限受伤权的主张 是否成立 不用说不理了 这块是 他叫保险金 赔偿金 享有 有限受伤权的权利 这块叫 误上代文性 所以这个没问题 再问第六问 说是A公司 还是E公司 有权主张 欠缴的 09年全年的 房屋租金 在这块应当是 A公司 主张 然后 继续看 说应向C公司 而D公司 主张 该租金 不用说不理了 的确呢 因为当时 A将房屋 出的C的时候 说每月租金 是5万 全年的话 是60万 然后D将房屋 再转租给D的时候 CD的话 他们俩的确约定 说D的话 每月向C 支付3万 D向A的话呢 再支付剩下的5万 说D的话 向C支付3万 没有向A支付5万 但是他问的是呢 这个谁向 到底向C 主张这个租金 而向D公司 主张租金呢 大家搞清楚 因为呢 这块考的是 合同相对性原理 有A跟C支付 它有合同关系 A跟D支付 AD支付 并没有 这个合同关系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是A的话向C 向C的话 主张这个租金 所以这点搞清楚 这是合同相对性原理 大家搞清楚 具体答案的话 大家自己去看 就可以 这是问第六题 所以这个题本身呢 你看一下 关系比较复杂 大家主要考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考转租的问题 第二考到 先抵押 后出租 这个怎么去处理 特别是考到呢 就算呢 他这个 先出租 后转让 就算没有通知 这个成都人 但是出租人 跟第三人之间 那个房屋买卖合同 照样是有效的 没有通知 该怎么去处理 来把这个题呢 需要做么清楚 但像误上代位性的问题 合同相对性原理 这些东西 大家必须搞清 讲到这儿的话呢 这个六个题 讲完了 然后第三部分 典型立体 典型立体 后面有三个题 这三个题的话 咱们上课呢 就不讲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有对应的相关考点 咱们上课都讲过 你自己亲手去做一下 然后怎么去画那个图 当时的关系 是什么 心里明白 是怎么做判断 能不能解除合同 然后合同是不是生效 做判断 心里明白第一步 但条文的话 怎么去引述 大家需要呢 清楚 讲到这儿了 外这个第三单元 我们就讲完了